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之Talk体育 2024WTT澳门冠军赛四分之一决赛打响 率先登场的是王曼玉 他的对手是郑宜静 王曼玉目前世界排名第三位 郑宜静第十位 两人此前有过三次交手 王曼玉三连胜占据上风 王曼玉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女兵选手 同时也是本次比赛的女单二号种子 曾经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佳绩 拿到过士兵赛 亚运会 亚锦赛 全运会 全锦赛单打冠军 可惜连续两届奥运会都落选单打阵容 但不可否认他的实力 仍然是世界最顶尖的水准 郑宜静是一位32岁的老将 曾经夺得过世界杯的女单亚军 不过对国平主力的威胁不大 此前与王曼玉三次交手全部败北 因此被许多人视为 国平七场八强赛中最弱的对手 晋级难度比较大 两人此前有过三次交手 王曼玉三连胜战局上风 非常清楚自己实力处于劣势的郑宜静 在首局一上来就打得很有针对性 坚持给王曼玉中路掌球 让后者无法轻松侧身 自己则在多拍对抗中 一直主动加质量 耐心寻找上手的机会 进入状态非常快的郑宜静在开局 也建立起了4比1的领先 好在自信满满的王曼玉 很快就找到了状态 并且在改用勾手发球之后 很快扭转了局面 很快在中局阶段把比分追至6平 眼看领先优势被蚕食殆尽 郑宜静也开始调整 用前三板的搏杀再次占据先机 并且以11比8先拔头筹 第二局比赛王曼玉用转不转的发球 在前三板压制住了郑宜静 给自己创造出了率先反手拧的机会 靠着自己的杀手锏 王曼玉在两平之后 连得6分取得了8比2的领先 尽管郑宜静没有放弃 一直在缩小分差 但曼玉顶住了压力 以11比6扳平大比分 关键的第三局 郑宜静用白短和劈长的不断变化 限制住了王曼玉的上手 开局后取得了3比1的领先 但是在王曼玉发挥出自己反手拧拉的威胁后 迫使郑宜静连续出现回球失误 连得3分后 王曼玉4比3实现反超 随后的比赛 曼玉超强的反手 一度把郑宜静打翻在地 越战越勇的王曼玉 也以11比9再下一城 背水一战的郑宜静 在第四局的开局打得不错 一度取得了3比1的领先 但是和前两局一样 王曼玉只要在前三板 获得反手宁的机会 就能够在场面上压制住郑宜静 连得3分之后 直接迫使对手叫暂停调整 暂停结束之后 重返赛场的郑宜静 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寄希望于搏杀 但是拥有超强防守能力的曼玉 没有给他续命的机会 卢苑以11比7锁定了胜局 在完成对正一镜的四连战之后 王曼玉昂首率先锁定了一个 女单四强的名额 半决赛他将会迎战队友 王毅迪和日本名将 穆远美忧的胜者 期待随后登场的大敌 能够一学之前 0比3败给穆远美忧之仇 和王曼玉会是半决赛 此前WTT澳门冠军赛 林高远输给台北小将高成瑞 成为国平首个输外战的球员 李诗栋击败强敌张本志和 延续阿拉木图赛火热状态 双林表现一喜一忧 差距巨大 新周期开始便拉开了差距 林高远不争气 新周期更加艰难 巴黎周期最后一战 林高远参加曼谷赛 输外战 洛杉矶周期第一战 林高远再输外战 面对小将高成瑞 林高远不是没有赢球的机会 关键是自身把握不住 不管是从个人实力 还是从比赛经验来分析 林高远都是优势 关键是自身不争气 开局0比2落后 第三局艰难扳回一局 稳住了局势 第四局比赛 林高远6比1开局 形势这时候已经发生了逆转 林高远只要能够稳住 完全有逆转的机会 9比6的关键分 林高远痛失好局 新的周期 林高远没有年龄的优势 作为老将更多的是帮带作用 如果想要继续提升对内位置 继续打下去 只能靠成绩来获得国拼的信任 外战发挥是极其关键的指标 这也是林高远此前的薄弱环节 这场失利 继续暴露了林高远外战不稳 关键分把握能力差的短板 久而久之 林高远会失去国拼的信任 机会本就不多的情况下 林高远这个表现 只会让他的处境更加尴尬 参赛更加艰难 此外 北京时间9月13日 乒乓球WTT澳门冠军赛 即将迎来第五天的较量 在此前的对决中 梁静坤3比2胜西蒙法国 林诗栋3比2胜张本志和日本 孙颖莎3比0胜金纳英韩国 王曼玉3比0胜朱宇玲 中国澳门 王毅迪3比0胜布鲁纳巴西 陈信彤3比1胜伯格斯特隆瑞典 徐英斌不敌队友王楚钦 林高远败给台北选手高承瑞 由此而成为国拼在洛杉矶奥运周期 第一位输外战的主力运动员 本次比赛虽然国拼三大奥运冠军 樊振东 马龙 陈梦退出 但仍然有七位世界冠军主力参战 外加两位年轻新兴林诗栋 徐英斌 阵容依旧非常豪华 至于外协会的勒布伦兄弟 于果 早田西纳 申玉斌等劲敌 纷纷缺席 所以普遍认为国拼夺冠的压力不大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一场外战败迹 却并非输给平时重点备战的对手 根据安排 9月13日将诞生男女单打半决赛的完整名单 国拼迎来七场外战考验 迎来两场中日对决 赛程如下 13点40分 王毅迪对阵牧原美忧 王毅迪的整体实力在牧原美忧之上 但此前曾0比3惨败不敌对方 所以这次仍然面临考验 14点15分 梁敬坤对阵秋档 梁敬坤的实力无庸置疑 但是在比赛中 总是不能轻松战胜对手 3比0的比分 总要打到决胜局 希望作为梁敬坤场外的王浩指导 可以改变这样的局面 让梁敬坤真正成为首半区的高手 这一次梁敬坤又是首半区 他不仅要面对秋档 还要面对莫雷加德和高成瑞之间的胜者 这或许就是梁敬坤的责任 他必须要承担起来 相信梁敬坤 只不过是过程跌宽起伏 结果会如期上演 18点30分 陈兴桐对阵张本美和 二人的这场遭遇战也很好看 看陈兴桐的铜墙铁壁如何阻击张本美和 19点05分 莫雷加德对阵高成瑞 19点40分 孙颖沙对阵朱千希 八禁四重头戏 孙颖沙迎来朱千希 没人能忘记沙沙和朱千希 在新加坡打出的七局大战 作为韩国重点规划的新人 朱千希逐渐成为韩平最强的球员之一 和张本美和一样 都是国平未来需要关注的球员 20点15分 王楚清对阵赵大成 对于赵大成而言 他拿到的巴黎奥运会难担资格 只能说是林仲勋让给他的 因为林仲勋必须要有一块奖牌 来解决他服兵役的问题 所以他为了混双而放弃了单打 赵大成才有机会成为男单球员 实力上 赵大成和王楚清有很大差距 而且正手的优势不足 空有速度而没有力量 双方都是左手球员 在相持对抗方面 赵大成会有很大的劣势 王楚清只要稳扎稳打 赢下赵大成就没有太大问题